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是一个话题 那么紧接着跟踪 当群众组织的派别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派性斗争是怎么样的 这个研究南大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为南京地区的派性组织 我刚才讲了 其实都是从南大来的 南大闹得比较早 那么在南大就出现了激进的红色造反队 出现了相对温和 但是还是属于造反派概念下的 827革命串联会 然后出现了保守的红旗战斗队 那么这个第二篇论文实际上是在考察 就是校内怎么会形成这样的对立 以及这样的派性组织向校外的扩展 向校外的扩展 那么里面有很多具体的细节 就是我们通过当时的 包括827战报在内的一些文献 然后我们和不同的派别的领导 就是这个偷偷进行访谈 然后还原这样的故事 然后就是说这个在我们也知道 就是在南大的这个基础上 就是后来文革进入到1966年11月以后 一个新的动向 就是跨单位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出现 这个时候就在南京地区出现了很典型的保守派组织 比如说吃卫队 然后吃卫队主要是工人的保守派 然后学生保守派是赫字兵 赫字兵还是红卫兵 但是他们模仿的是北京老红卫兵的格式 就是他们的袖章是红颜色 红底黑字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红卫兵袖章是红底黄字 那么造反派方面后来出现了 就是由南大红色造反队在全市范围串联 然后结合了学生工人出现了省红总 就是江苏省红总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就是南大的827也在南京地区进行串联 后来建立了南京827 那么126夺权前后的角逐 就是我们要考察这样一些组织的出现 跟当时的省里面的省市委的干预有多大的关系 对吧 那么就是你会看到就是造反运动是自发的 就是他先是在单位内部反对自己的领导 那么后来因为工作队的问题 就逐渐的向上延伸 就因为工作队是省委派来的 后来矛头就指向省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省委就扶植了保守派的力量 然后进行斗争 那么进入到1967年1月以后 因为上海发生了1月风暴 那么夺权成为一个主要的旋律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就是就是沈红总和827方面 就开始酝酿夺权 然后就打垮了这个保守派的力量 最后进行了126的夺权 那么第三个文章是谈1967年夏天南京岛雪 南京岛雪 它的这个背景是在1967年1月风暴以后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夺权 那么但是夺权以后的发展是很复杂的 绝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造反派之间的分裂 以及斗争 那么这样呢 就是中央也比较普遍的就采取了军管 那么江苏后来就进行了军管 进行军管呢 就是这个 那么造反派已经夺得权力了 后来中央经过干预建立了军管 那么这样让一部分造反派感觉很不爽 那么他们就跟这个军管当局之间有摩擦 那么后来这个军管当局呢 就采取这个正反的就是因为他 军管是中央宣布的嘛 他代表了这个 代表了这个正确的路线 就采取强硬的态度 但是后来在这个北京发生了这个二月利流 以及在内蒙和青海地区出现了军队这个镇压造反派的这个大的流血冲突以后 毛泽东的看法改变了 那么后来就开始这个就开始收缩了军队的权力 那么支持这个造反派 那这样一直到就是后来最终发生的是武汉720事件 就是这个军管遇到了威胁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在南京地区发生了岛许的蜂巢 那这个岛许的蜂巢就是 原来这个在当时的说法叫八月黑风 那么好像是有一个现成的说法 但是我们在这个了解这个过程当中 就一直希望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 对吧 就是它跟前面的这个斗争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关联 就是它它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 但是它前面有一些关联性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个那么当我们把南京地区的派性斗争搞清楚 当我们把这个就是在军管以后新的矛盾冲突出现搞清楚 就能够比较好的解释 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发生岛许事件 那么关于南京大学的这个轻队运动的研究 也是一个从材料和访谈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 就是这个轻队运动原来在那个文革的那个说法里面 好像是有一套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但是我们在接触那个材料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就是文化大革命 大家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矛头首先是指向反动学术权威 对吧 然后在16条公布以后又开始转向走资派 对吧 那么但是在轻队运动当中 就变成了轻什么叛徒特务 阶级异己分子 历史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 那么这个你了解了它内部的这个东西 特别是从一个单位去看 你就会看到文革转向了 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它后来推导出来的一个新的认识 也就是说在文革群众运动进行的过程当中 后来的这个清理阶级队伍 一打三反和清查516 都是试图收缩群众运动的一些 一些这个运动 对吧 一些办法 所以这个第一篇的这个东西 都是从一些很小的信息 但是你在追踪这样的追踪这样的信息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那么你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就是一个新的解释 那么后来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 我有两个机会 那么一个机会是在2007年的夏天 香港中文大学 他们有一个西利胜研究学者资助计划 就是他可以资助大陆的学者到香港去做研究 那么香港中文大学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它有一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库 那么在这个资料库 在中国研究领域 在海外的中国研究领域是很有名的 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 西方的学者不能到中国来的时候 他们要做关于中国的研究 就是到中文大学 就是到这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那么对我来讲就是 到这个地方 他收藏了一批就是在海外出版的 红卫兵的资料 那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也收集了我们南京地区的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出版物 那么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就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材料 然后在2008到2009年 我有一个机会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做研究 就斯坦福大学有一个人文研究中心 那么这个中心 它是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 它大概有将近十个人在保持这个中心的运转 但是它的实际的任务 是每年资助差不多二十几个三十个这样的学者 在这个地方做独立的研究 做独立的研究 那么我是通过 我给他们提交了一个proposal 是社会是视野下南大的文革运动研究 他们可能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南大的人研究南大的文革 那么到那个地方去 第一个就是 从我的同事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多启发 因为我们那一届有二十八个研究员 那么其中二十四个是美国高校的教授 那么四个国际学者 除了我以外 还有从英国建桥大学来的 这个以色列 还有内蒙的 不是蒙古国立大学的教授 那么他们都是长期的接受 这个西方的教育训练 在这个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方面 都有 他们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那些选题 就让我们可以大开视野 他们虽然大部分人在研究 就是研究历史方面 在研究欧洲史 在研究美国史 但是他们的视角 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用的 另外就是在斯坦福工作期间 斯坦福有一个研究文革 非常有名的教授 他的名字叫Andre Wilder 这个人就是 那么他现在是社会学家 他在社会学系 但是他在三十年前开始做文革研究 曾经发表过上海文革的专注 那么在09年他又发表了 这个北京红卫兵研究的一个专注 就是说他的 他的主业是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变化 但是文革是他入门的一个选题 而且他一直是非常的 他自己说就像一个老酒鬼 不能离开他的酒 就这个选题一直对他很有意思 那么他自己在做研究 那么我们之间能够谈得来 能够建立合作研究 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的方法 以及对文革的整体的理解 是不谋而合的 尽管我们研究的地区不一样 对吧 所以他后来我们见了面以后 我跟他说关于南京地区的文革 对吧 我跟他说你研究过北京 研究过上海 但是南京的情况可能跟那个地方不一样 因为北京是首都 上海是因为这个文革期间 大家都知道江青集团 基本上是上海方 对吧 那么这两个地 就是这种政治决定了 它是非典型的 但是像南京这个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省 对吧 他跟中央没有什么太 就是说没有那种像上海那么紧密的联系 对吧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有很多的情况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在这个斯坦福期间 就是我们可以阅读更多的阅读西方的文献 那么自己在这个理论上也有一些提升 比如说社会冲突理论 我们原来知道 但是我们对他的 就是说他实际的情况 还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在斯坦福期间就比较熟悉 因为安德鲁威尔德 他原来也是一个社会冲突理论的跟从者 就是因为在李鸿勇做博士论文期间 安德鲁威尔德刚刚开始他的研究生的生活 所以李鸿勇当时对他的影响很大 但是他后来在自己的实际研究当中就觉得社会冲突理论有很多问题 那么我没有理论上的 在这个之前没有很多理论上的探讨 但是我从实证研究当中也觉得社会冲突理论有一些问题 那么我跟安德鲁威尔德的这种交流 就让我开始对社会冲突理论到底有什么问题 对吧 就提出了一些新的 就是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那么什么叫社会冲突理论呢 就简单的说 这是用社会史视角研究文革的一个解释 那么这个解释是因为陈佩华 李鸿勇 洛斯典他们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发表了一些作品 那么他们的作品呢 主要的是以广州地区的红云运动为个案来得出结论 那么他们的解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群众运动 这是因为在文革前的十七年 中国已经有了社会的分化和社会的对立 那么一部分人从现在的体制当中得到了特权 得到了好处 另外一部分人就受到了排斥 对吧 那么这样的呢 当文革运动一来 那些受到排斥的人就起来挑战现体制要改变 对吧 那么原来在这个体制里面得到好处的人 享受特权的人就起来捍卫现在的体制 这样就开始两派就在那个地方打起来了 然后尽管后面文革阶段性的主要矛盾就是冲突 是在不断的变化 大家的交锋的论点在不断的变化 但是这两个基本的社会构成是贯彻失踪的 这是贯彻失踪的 也就是 这是一个基本的解释 那么从理论上讲 就是这样的研究实际上要回答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造反运动 对吧 然后为什么会 同样是造反对吧 为什么会出现派性冲突 然后呢 就是有一个东西他们研究的不是太多 因为他们大部分就是那个时候关于文革的理解 就是把这个文革还是看作一场革命 看作一场社会运动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指在这个阶段有很广泛的群众政治参与 那么这个政治参与就是从1966年到1968年底 也就是说三年 三年的这个文革 三年的文革 这是他们的意义上的 就是有真正的有很多的这个群众卷入到里面 对吧 这个 那他们就没有考察在三年以后是不是还有派性冲突 是不是还有群众运动 对吧 那么我在跟踪这个南京地区的时候 我就发现后面还若隐若现的还有一些 那么还有一些你就要回答 就事实上 我们知道毛泽东策动这个群众运动 是想用群众运动达到他的目的 那么当这个就是在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设想当中 造反夺权大联合是紧接着的三部曲 那么他从1967年初就开始提出大联合的问题 那么后来是因为二月利流和其他的一些事件的干扰 那么推迟了 对吧 那在经过了那个武汉事件的那个那个冲突以后 毛泽东重新下决心 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轻队运动 一打三反和轻查516 其实都是为了收缩群众运动而采取的措施 但是群众运动并没有消失 那为什么 对吧 这个就是在后面的研究的时候 就开始很明确的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那么因为有这样的问题 后来就是这个接下去做的研究就更自觉一些 你比如说这个里面的第一篇 还是在讨论文革初期的群众性的造反运动 但是以往那个社会冲突理论 他们的一个很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研究单一的群体 那我和安卓沃德后来在这个合作里面 就开始考虑 因就事实上我们也接触到了材料 对吧 就是我们也有意识的突出这一点 就是在不同单位不同行业 他们的这个就是群众运动的起源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在第一篇文章里面我们就选择了 一个是南京大学 对吧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我们除了考察这个六二事件以外呢 我们其实还考察了后续的就是就是在工作队进驻以后 为什么会有这个新的这个群众组织再出现 对吧 那么第二个我们考察南斯附中 南斯附中是因为我在采访当中认识了他们的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他对文革研究也很有兴趣 然后由他自发的组织一些人建立了一个南斯附中文革网站 那么这个文革网站里面呢 他们现在谈的什么东西我不是很关心 但是他提供了一些老照片 然后一些当时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他们用扫描件弄进去 那然后我们再通过访谈 就是结合这个访谈和原始材料 我们大概可以还原南斯附中运动的情况 那么那个就很有意思 就是南斯附中在运动开始的时候 也是由这个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做了正向的动员 那么这个校长他鼓动的一些学生起来 是给一个副校长贴大字报 那么那个这个校长呢是老革命 是这个工农干部 那个副校长呢也是老革命 但是他是地下党 他原来是地下党 那么还有呢就是同时贴大字报的 就是一些有历史问题 或者是什么走白转道路的这样的一些老师 所以那里这个第一批大字报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下出台的 那么后来很快的一个发展是 当北京的潮流发生变化以后 斗争矛头指向组织派 后来这个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自己成为斗争的矛头 斗争的这个对象 那么又出现了关于他的大字报 然后在这个学生当中也有不同的群体 就是最早起来带有那种 带有那种投机主义色彩的是一批军队干部的子弟 那么他们呢就是跟着风走 就是一开始要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 他们也去斗 那么后来呢要斗走资派的时候他们也去斗 那么后来要去反省委的时候他们也去反 那么另外一支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保守派 就他实际上是在这个原来的校当局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 他主要是由地方干部子弟构成的 那么这两个组织他们有不同的 但是他们在这个强调学统论方面都是一致的 那这样呢就是他们和学校里面的绝大部分学生是有冲突的 因为按照学统论的观点 大概只有25%的学生可以参加红卫兵 那么另外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革命 当然后来就是潮流变化了以后 那么当这个就是毛泽东818大绝建以后 组织红卫兵的这个障碍没有了 后来倒是他们的对立面成了一个就是南氏腹中最大的这个组织 我们还看了一个长江机器厂 它的这个造反的动机 这个更有意思 因为这个长江机器厂是一个 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工厂 那么这个工厂 它在业务上受中央的司机部领导 那么它在这个党政关系上 属于这个南京市委领导 那它的文革就跟前面的四清运动有关 就四清运动期间 这个工作队是由司机部来的 那么司机部来的 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旧党委是由南京市委任命的 那么司机部的那个工作队来了以后 就采取了很激进的路线 认为这个长的党委班子全部烂掉了 然后进行清洗 那么进行清洗了以后 那么后来因为这个四清运动的潮流改变了 然后才终止了清洗 但是事实上就是旧党委已经被搞得差不多了 然后在这个四清工作队撤离的时候 他们任命了新的党委 那新的党委就有自己的力量 有自己的靠山 那所以当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 到时这个厂里面也是先出现了大字报 这个大字报 贴大字报的人 就是厂党委办公室的主任 厂党委的秘书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 他实际上是背后侧动的 然后他们的矛头是指向在四清运动当中幸存的 旧党委的成员 就是现在还是厂长 对吧 原来清洗 后来没有彻底清洗掉 那么再遗留下来了 那么这个就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厂的文革最初的运动 实际上是四清清洗的一个延续 当然 那么因为旧党委他也有一批拥护者 也有一批群众 对吧 那么这样就是新党委的这个做法 就造成了一些人的反对 一些人的支持 那么这样后来就在这个 就在这个单位就出现了两派 那么这个 这个他后来有一个有一个派别影响很大的就是长江红旗 长江红旗一直是在南京很有影响 他实际上就是在厂党委的扶持下 成立起来的 他们因为这个就是南京市委不同意这个新党委的一些决定 那么这个洪旗就变成了在南京 向这个南京市政府造反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样的就是就是南京大学南师附中和这个工厂 它是不一样的类型 但是我们都看到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正向的动员 但是呢就是这个群众的这个反应不太一样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群众 所谓的群众造反 其实是跟这个单位内部的原有的政治生态是有关的 原有固有的矛盾有关 那这个是造反的动力 那么第二篇第二篇是谈这个126夺权及其处理 那么这个这个文章最重要的 一开始促使我去关注的是我从访谈当中听到 然后我才文献研究当中才看到一点类似的东西 就是有很多这个造反派头都跟我讲 我们夺权不是自己要夺的 是周总理打电话叫我们夺权的 那这个就是你一听到这个是很震撼的 就是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是采取稳健的立场 对吧 那他怎么会去策动夺权 对吧 然后我们去跟踪 那果然在那个材料当中就发现了 确实在夺权之前周恩来给 就是周恩来给很多方面有这个指示 那么我们后来在文献当中看到的是给南京军区的指示 就是要南京地区夺权 然后我们就跟踪这样一个线索 那你就会延续到就是你要看就是周恩来一开始干预了 那么在夺权以后有没有干预 当你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 这个图景就清楚了 周恩来是鼓励夺权的 但是他的这个动机也是可以解释的 也就是说周恩来他希望稳定 那么但是上海逾越风暴发生以后 他就预计到一定会有连锁反应 那么与其让群众自发的去夺权 对吧 那么不如是由他来策动 然后在中间进行控制 对吧 然后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夺权的过程 我就讲这种候候群众 谢谢大家 啊 谢谢大家 其实我们说 communities